曾经获得2006年台北牛肉面冠军节的老董牛肉面 现在传出老板打的鸿海董事长郭台平的名号 吸金一亿元 这家牛肉面还曾经出现在郭董婚宴的菜单上 鸿海澄清跟老董牛肉面没有任何的关系 如果涉及违法将会提出告诉 清炖牛肉面汤头满满牛肉香气 曾经获得台北牛肉面节冠军 还成了郭董婚宴上的佳肴 没想到老董董事长刘正雄竟然打着与郭台平合作的名号 对外卖股吸金勾达一亿元 牛肉面来了 从美食版转到财经版 股东紧急开会决议撤换刘正雄董做职务 股票还没上市挂牌 员工早有耳闻分红 一年以上的有几张 一年就一张 三年以上在可能就是看主管考核了 就两张三张这样子 之前是有谈到说要跟要到鸿海的场景设餐厅是这样子 所以才会很想因为这样去抽钱吧 严守进军大陆市场消息早就传开 不过鸿海现在强调从来没有要跟老董合作 郭董拉老董从头到尾骗军场 今天我们向林郑坚台北采访报道